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校区现在在东京的新宿 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的人数也是全日本大学最多的 早年间从1905年到1910年间 早大共招收了清朝留学生2000余人 为日本各大学之首 后期早大也积极招收中国留学生 特别是政治经济学部吸引了大批为天下百姓谋福而追求真理的有志青年 我们的前辈李大钊就是伴随着新时代终胜的敲起 远渡日本开启海外求学之路 我现在身后的这栋楼就是早天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部 当年李大钊在这儿学习的地方 让我带你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就是早天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部 然后让我们现在进入早天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部的楼里 推开这座建校时沿用至今的同门 每当走进这座教学楼时 仿佛都能感受到李大钊前辈当时留学的场景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铁门是我们要建校时沿用至今的 现在这个门是我们会自动的会打开 这些米色的墙就是之前旧的教学楼的外墙 在建造新的教学楼时保持旧的外墙和屋顶 新楼与旧楼的一体化 传统和现代的结合 让这座承载着早大留学前辈的故事 寓意着长安城和超越 接下来让我们来到早天大学的历史馆 让我们看看里面关于李大钊前辈的介绍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明日明言》的展板上 记录了李大钊在1916年新青年发表的《青春一文》中的名言 这里展示的日文节选 为世界尽文明 为人类造幸福 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族 青春之人类 青春之地球 青春之宇宙 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出 当时李大钊那可属于我们中国青年的心 已经突破了旧时代的枷锁 这段文字体现了李大钊渴望当时的中国 能够重新找回真正属于中华儿女国家的那个春天 这一种急切的心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